盘点江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十名 玄空寺蒋经首座 实力破五境级别 佛宗当世实力最强之人 法虽厚土 境界为五境之上的金刚不坏境界 精神肉体皆成佛 如果说七念是当世佛子 那蒋经首座必是人间之佛 只要接出大地 就拥有万法不侵的能力 是江夜世界中的第一防御 夫子斩西陵满山桃花时 贯主曾邀请蒋经首座 联手对抗夫子 结果没任何悬念的落败 被迫与夫子签订城下之盟 除非是遇到蔑视之战 否则绝不会出手 丧丧冥王之子的身份曝光后 蒋经首座出面 想要留下宁缺和丧丧 宁缺使出最强大的原始三剑 不能伤其分好 此时宁缺才明白 蒋经首座的金刚不坏境界是何等恐怖 是宁缺此前遇到实力最强大的人 后李曼门及时现身救下宁缺 蒋经首座已言出法随 破李曼门无惧 李曼门误出紫约 让蒋经首座不发一言 九徒曾表示 即便他和屠夫联手 都未必砸得开 首座的金刚不坏之身 浩天和宁缺游历世间时 因阻挡浩天入玄空寺 被浩天一脚踩入地下无法脱困 宁缺和浩天第二次入棋盘世界后 李曼门与君墨入寺抢夺棋盘 被书院师兄弟联手 被奏成皮球 并流下一滴血 算是勉强迫其金刚不坏的神话 书院灭西灵之战前 君墨与宁缺联手 以原始三剑将蒋经首座定于崖洞之上 终身不能在他地面 君墨灭佛之战 蒋经首座以自己身死为代价 激活了地心岩浆中 佛祖棋盘内的佛陀 是蒋经首座人生的最后一物 蒋经首座如果单论防御能力 能进榜单前三 除了夫子和浩天 无人能对其造成有效伤害 但蒋经首座自身极度缺乏攻击力 并且在战斗中不能离开大地 行动也非常迟缓 对上高手只有挨打的份 完全就是一个龟壳属性 不过作为四大富可知之地 佛宗的领军人物 并且有陈某联手大战夫子的殊荣 基本战力定位还是比较清晰的 对上如九徒 屠夫 李曼曼 即便不能取胜 但是也不会轻易落败 盘连将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九名 九徒 实力破五境级别 世间维尔经历过永夜的大修行者 已经在将一世界中存活了数万年 境界是无惧亦无量 是一个不敢振持高飞的飞蚂蚁 常年与屠夫躲在人间的某处小镇中 掌握了一些躲避永夜的秘诀 夫子早年间曾踏破几百双鞋 才将九徒 屠夫找到 然后邀请他们一起对抗浩天 但九徒因七年见证过永夜的可怕 所以极其惧怕浩天 对永夜的真相更是不敢透露半个字 浩天下界后 曾连续使用了七天的无惧神通来逃避浩天 结果被浩天尾随而至 并一口喝光九徒湖里的酒 从此沦为浩天在人间的打手 曾只身去长安 在举世伐唐之战后 给唐国极大的压力 迫使唐国签下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 陶山光明记中 李漫漫现身小镇酒铺 迫使九徒无法千里持缘 陶山光明记后 因灌主向其承诺永生 又开始对灌主为名是从 曾与蒋经首座 在玄空寺联手大战李漫漫与君墨 原文说 九徒已经领悟了浩天世界 最高深的时间与空间法则 如果单论对这些规则的掌控 即便是佛宗的开创者佛陀 也不及他 举世伐唐之战完结后 书院制定出一套斩杀九徒的计划 曹小树在感知到书院的意志后 亲自去往南晋剑阁 去找柳白借鉴 柳白佩服书院的宏大想法 于是一道磅礴建议 让曹小树藏气于身 不久曹小树在九徒和屠夫的铺子旁 开了一间自画铺 与九徒屠夫成为朋友 九徒虽然看出曹小树的身份 但并没有拆穿他 也没有将其杀死 而是真的很愿意 跟曹小树这样的人成为朋友 因为他在人间活了几万年 只有屠夫 他太寂寞了 九徒的无惧 与无量神通有多高 九徒早期对无惧的领悟 尚在礼漫们之上 他的无量得自数千年前 佛宗的开创者佛陀传授 无量能让他的九徒 存入无数的酒水 且九徒里的每一滴酒 都蕴含着不可承受之重 可熄灭浩天神灰 使人都认为 九徒是九徒的本命物 但后来宁缺和李漫们 用惨痛的代价告诉我们 九徒的本命物 实际上是九徒中 存放着的无数把宝剑 这些剑经历烈酒洗涤数万年 已经非常锋利 贯主实力恢复到清静之上后 贯主提醒九徒要看清形势 于是九徒与屠夫商议 九徒保浩天 屠夫帮助贯主保盗门 这样就算有一方输了 两人也不算是满盘皆输 于连曾有些疑惑 这两人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愿意赌输愿赢 贯主与李漫们决战之际 贯主突然向九徒屠夫许诺 若我成为新的浩天 将许你永生 九徒听到后 用偷袭手段 一箭重创李漫们 直接把宁缺看红了眼 宁缺以不要命的换命打法 让九徒身体重创 后九徒无惧追浩天 用弧中剑一箭刺入浩天小腹 成为历史上第一个 能真正伤到浩天的人 几天后 九徒在小镇上 以无量神通大战浩天 井自神符 虚弱的浩天不敌 关键时刻 宁缺赶到 脚手中被宁缺一拳轰掉手臂 朝小树用阵法进行偷袭无果后 暴怒的九徒 欲杀朝小树泄愤 不想在刚触碰到朝小树身体的一刹那 柳白的大核剑一破体而出 一剑斩断 本就重伤的九徒九成神机 然后宁缺用元十三剑 对准其眉心 将其一剑爆头 死后身体迅速化成灰烬 小说原文后期曾说过 如果说冠主是天下第一高手 李漫漫是天下第二高手 那九徒大概就是天下第三高手 因为九徒的身体状态已经接近腐朽 有明显的缺点 无惧最多也只能保证 其处于不败之地 与讲经手作类似 所以在综合能力上 不如屠夫和李漫漫 故而只将其放待第九名